他就说是会把孩子的形体啊 然后舞蹈 唱歌 口才能力给提升上去 然后也会说是后面还可能会有一些演出机会之类的 然后就是我还想的是 我当时想的是说是既然可以培训又有演出机会 那就应该是可以参与的 然后就就就报了名 卢女士交了两万六千八百块钱 她说回家后 把这份杭州市华影光线培养议员确认书 给丈夫看了一下 丈夫觉得有问题 你这具体的培训内容也没有 然后培训计划也没有 说是增值服务中会给到我们三到八次的演出机会 而演出机会中的服装什么都是需要我们以方进行一个 从排练开始就筹备 然后费用都是我们自行承担 除非赞助商散助 卢女士表示 签确认书的时候 自己确实没认真看 都是听华影光线的工作人员介绍的 丈夫这么一说 她后悔了 马上给华影光线打电话 要求退费 当时距离交钱也就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一天后 对方答复卢女士说 按照合同要扣除演出机会中节目录制成本和核算成本 一共扣她五千块钱 然后我认为她很不合理 我是在协议签订之后 一个小时内 一个小时后就立即提出那个 退款申请 然后后边的话 她的演出机会啊 所谓的演出机会是根本就没有发生的 找到这家杭州华影光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园区保安拦住了记者 卢女士联系了一位刘总监 她说自己在外面 公司其他员工也不方便接待 刘总监说 之前卢女士只说想退款 没提到讯认书有什么问题 本来公司要扣五千块钱违约金 沟通后降到了两千五百块钱 卢女士承认自己的确违约了 但她觉得这么短的时间 不至于产生这么多的费用 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还是想要全额退款 记者从长庆市场监管所了解到 他们之前给双方调解过 接下来还会继续跟进 腰包黄剑期时报道